耶 耶 CAMBI YO 我們愛心的調味 每天放在裡面 那幸福的滋味 每天都在料理甜甜甜 歡迎收看料理甜甜圈 我是香盼盼的主廚香師傅 我是聰明愛幫忙的小廚愛子 愛子 今天來參加我們大廚師 來挑戰的是誰呢 當然是充滿驚喜的SAMI老師 那我們一起來歡迎SAMI老師 歡迎SAMI老師 大家好 SAMI老師還有一種很謙虛的感覺 這個大廚師來挑戰的 就是在你面前有三個鍋蓋 在裡面有三個不一樣的食材 你要選擇其中一個 打開之後你就要用裡面的食材 來做今天的料理 今天是你第一次挑戰的 會不會緊張 應該還好吧 大廚師請選擇 我就選擇 綠色 綠色鍋蓋裡面是 葡萄乾 好像很簡單 我們看其他兩個顏色 紅色裡面是 甘茄 黃色裡面是 黑糖 葡萄乾 就是看起來是黑黑的 那我們在吃葡萄乾的時候 皮是不會被去掉的 因為葡萄的皮可能比它的果肉 營養價值還高 因為裡面有花青素 具有抗氧化的功效 你看 很年輕吧 很年輕吧 對 所以今天Semi老師要用葡萄乾 做出什麼樣的健康點心呢 那我們就來做米果巧克力好了 這麼快就想到了耶 米果巧克力 是不是喜歡吃的巧克力耶 對啊 好期待 我也喜歡吃巧克力 那我們趕快來大廚師 請上菜 Femi老師今天需要哪些食材呢 我們今天用到的食材有 米香 然後乾果葡萄乾 然後米花糖 無鹽奶油和白巧克力 在這些食材裡面 我很像我對一個食材比較陌生 是不是這個米香 讓你看起來很陌生 對啊 它有點像爆米花的感覺 對 它就是用米 然後把它煮熟之後 風乾變成的 它是用米煮熟風乾 所以它是米喔 它是米 我們吃飯那個米 對 所以老師今天要叫我們做的是 那種爆米香嗎 有點類似喔 但是我們慢慢做下去就知道 又不是 又有點類似 好神秘的樣子 那我們第一步驟是什麼呢 我們的第一個步驟呢 先開火 就用小小的火呢 把奶油跟 棉花糖融化 對 融化 這感覺好好吃喔 它在這個當中呢 甜蜜的感覺 我們就要請艾基 把這個小甘果呢 剪小塊一點點 你看 有這隻鳥 很可愛耶 很可愛吧 這是什麼 一隻鳥 一隻鳥要做什麼 調蜜石了 蜜石 咔嚓咔嚓 然後推剪刀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像師傅可以幫我們把 白巧克力融化嗎 可以啊 可是老師 平常啊 我們節目裡面 常常也有做巧克力的食物 怎麼會選擇白色的巧克力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是米香 那會讓顏色看起來更漂亮 所以我們就用白巧克力就好 可是我也有個問題耶 因為妳已經有這個巧克力 它就是會黏的 那妳怎麼還加了棉花糖 也是會黏 如果說我們只用白巧克力 來做黏合的話 其實做出來的點心 會有一點點太硬 那就不適合年齡較小的小朋友 來吃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棉花糖 來幫助它黏合得更好 老師鳳影在看 妳有鳥 我有河馬 河馬呢 可以幫助我用手拿這個 很可愛 隔熱墊 隔熱墊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是 好快就融化了 妳的也融化了 對 我的也融化了 我也剪好了 好 下一個步驟 我們就把米果 米香 然後把所有的甘果 米香應該又叫做米果吧 對 應該一樣 也一樣 就把它放進去 妳真的有點像在做爆米香 有點像 對 而且它的聲音好好聽 好好聽 有一種甜甜的交響樂的感覺 滋滋滋滋 那種就是把東西放進去之後 把它全部都黏合在一起 因為那個就是用糖 統米香是用糖 好像披薩 like pizza 那個有那個 起司 對氣勢的問題 因為那個棉花糖 就是會變黏黏的 對,黏黏的 那就請消失劑把融化的白巧克力倒進來 泡進去嗎 白色的 Semi老師 你當初是怎麼想到知道料理的 因為像愛子你們到賣場去的時候 是不是所有零食 或是現在流行什麼樣的零食 你們都很想吃 可是媽媽都會擔心說 這些零嘴到底裡面的成分是什麼 就算是像我做廚師的 有時候都不知道這些零嘴 都是用什麼做成分 我就會去翻後面的成分表 看到這個米果 我覺得其實自己好像也可以動手做 那這樣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我又知道自己 可以選用自己想要用的食材 而且看起來也比較健康 也不知道它的來歷是什麼 對 其實雖然自己動手做 會去有一些 你要去準備 去做 花一點時間 但是你自己做的東西 吃起來是最安心 最健康的 是 而且會有幸福的感覺 真的 你現在在炒這個米香 就甜甜的感覺 甜甜的感覺 而且一片白白的甜點 讓我就覺得好細 因為它已經都黏合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就準備一個 烘焙紙 鋪在我們一個比較深 像這樣子有一點點深度的 我知道為什麼要深的 因為如果太淺 你做出來的就會很薄 像餅乾一樣 吃起來都沒有那個口感 對 就會太薄了 沒口感 吃起來就不過癮 很容易碎掉 你看我們已經黏合在一起 我們就把它倒進去 這樣子有一點深度的盤子裡 好香喔 看起來很簡單耶 就是非常簡單 這是一個很快速又很健康的 骨嘴 真的耶 這大朋友也很貪嘴的 像我一樣 也很適合 也很適合 所以但是如果你怕它就是太甜的話 其實五五雜糧類 譬如說我們常常吃的早餐的玉米片 或燕麥片 都可以加加進來 什麼可可吹片都可以 都可以 再鋪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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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艾子幫我們 加得更去那層 讓它遞小 你一找艾子就對了 艾子這種追求完美的個性 用它精巧的雙手 仔細地壓那個甜點 呈現出來百分之百的甜蜜啊 有這麼誇張嗎 我是有誇張的一點沒錯 但是感覺就是大家一起動手做 吃起來就特別甜蜜了 真的 好 這樣子壓平之後 還不能吃喔 還不能吃喔 為什麼 因為現在還有一點點熱度 我們不容易塑膝 不容易切成無藥的形狀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擺在冰箱裡 大概15分鐘冰鎮的時間 所以要把它冰起來定型 但是我有看到你們 真的很想吃流口水的樣子 真的嗎 真的 捨不得的表情 所以我早就準備好了 你真是太貼心了 好 這就是它冰好之後 做型做好的形狀 好香喔 你聞 有百分的巧克力的味道 甜蜜 甜蜜的感覺 這樣吃會不會太過癮 就是不想讓你太過癮 所以我們就來幫它切小塊一點 要切小塊 我想說這樣就給我們吃 切小塊切小塊 就是怕我們一次吃太多 所以我們就是 可以稍微把它切小塊一點 哇 好脆喔 很脆耶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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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哇 聲音好好聽喔 好好這樣一口一口來 好像比較剛好 可是這圓圓的怎麼辦 那個好像很浪費喔 像是不要把它吃掉啦 這圓圓的怎麼辦 泡起來不漂亮 像要說不完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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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先 怎麼樣 要摔起來了嗎 嗯 嗯 嗯 不能告訴你 為什麼 來 我們試吃看 喔 YES 嗯 你先不要告訴他們 你先吃一口給他們看就好 是不是 不能講 不能講 不能跟你們講 我跟你說 我們少都是真心的 八字內心 好 那好了 我們要幫他擺起來了 好 就把它疊起來 像瓶頭一樣 所以其實那些果乾啊 你也可以加蔓越莓 或什麼 顏色就會不一樣 對 會更多的顏色 所以你白巧克力要換成 黑巧克力也是可以的 看起來好漂亮喔 而且啊 吃進去 你會不小心笑出來的 這個 真的 點心 好 那請 SAMMY老師告訴我們 你今天做的這個是 米果巧克力 完成了 謝謝 這道料理呢 裡面還有非常豐富的葡萄乾 葡萄丹呢 能夠提供給我們身體 所需要的葡萄糖 提供身體 每天都需要的能量 除了這個之外呢 葡萄乾裡面 還有豐富的鐵質 所以對於我們預防貧血 也是非常重要的喔 而至於葡萄乾怎麼來的呢 那當然就是從葡萄 經過日曬而製成的 而在日曬的過程中呢 也會使葡萄裡面的 多分類的物質提升 那當然對我們的保護細胞 也有一定的幫助喔 美味開動 看起來就真的好想吃 對 吃吃看就知道了 我想說用手直接拿 我也是 因為它不會黏手 那時候在煮的時候感覺很黏 享受這甜麵食 因為裡面 米果吃起來有點酥酥的 因為巧克力 然後那個棉花糖又淡淡甜甜的 加上果乾的 有一點點酸微甜的味道 好合在一起 真的 它其實它甜甜的味道 有點像爆米花的那種味道 對 所以你也可以用爆米花來替代 最重要的是它做起來非常的簡單 而且你吃起來也不會黏手 在家裡像老師說的用骨片啊 什麼來代替也會非常健康 對 好好吃 好幸福的感覺喔 對啊 甜蜜蜜 甜蜜蜜 所以今天我們大廚師來挑戰 Sammy老師成功 幫她的手鼓勵一下 而且現場的人就說 好簡單 都好好吃喔 對 回家馬上可以試試看囉 最重要的是趕快試試看 你會發現原來自己也可以那麼厲害 謝謝Sammy老師 再來這麼好吃的健康點心 謝謝老師 謝謝 所以下次也不要忘了喔 記得準時收看我們的 料理甜蜜蜜 下次見囉 Bye Bye 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個裡面的食材可以自由搭配 是啊 真的變化性很大 真不愧是這家畢業的啊 對 花錢是有用的 好厲害喔